我知道你们即将放假 准备出去野了哈 然后我就在想 那我这期节目应该做什么内容 让你们这个假期保准能用得上呢 如果你是关注了我很久的酒鬼 又或者因为这个标题 点进这个视频了 我敢保证你肯定经历过宿醉这件事情 有多酸爽可真的不是开玩笑 Oh baby 来来来我先统计一下 究竟是什么酒让你经历了史上最难受的宿醉 扣在上方 我先来 感激了 那这期我就来清净我的宿醉绝学 来告诉大家一些酒前酒中酒后 那些自救小贴士和应该注意的事情 同时呢我也会推荐三款 我自己清测有效的新酒生气 绝无广告请大家放心使用 马上开始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那首先我们喝酒之前应该注意什么 千万不要空腹喝酒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喝下去的酒精有20% 是会被胃吸收的 剩下的80%就是肠道了 那你想一想你胃里什么都没有 咔酒一下去直接进肠了 就好像给你的血液里面注入了酒精 不上头才怪 所以呢我建议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出去喝酒 晚餐呢就应该吃一些比较高碳水的东西 比如说像面啊饭啊 这样呢能好好的补血糖 等会呢喝酒就不会容易头晕 那很多人觉得第二天起来头痛的原因呢就是缺水 其实不仅仅是缺水 还有经过干排解酒精之后释放出来一个毒素叫做乙泉 有些人喝酒脸红的话呢 其实就因为乙泉刺激了皮肤身上呢就会起红还有起疹子 一喝酒呢就眼红的酒鬼在上方扣一面不改色的扣二 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最近我的小伙伴安利给我一个产品 叫做Z-Biotic 是由一群美国这边的博士生研发的 他们发现纳豆里面的一个益生菌能很好的去降解乙泉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喝了那个之后我的脸就不红了 而且第二天起来也没那么难受 但是呢现在他们只在北美这个地区卖 如果有在北美的酒鬼可以上他们的官网然后去看一看 喝酒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 首先第一条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酒量 诶我很好奇大家觉得酒量是可以练的扣一 觉得是天生的扣二 那我建议在清楚自己觉得酒量之后呢 如果你是一杯倒两杯倒一瓶倒也可以 出去外面喝酒呢我建议呢就是对半 只能喝一杯酒喝半杯 那第二呢就是不要混酒 特别是混入那些气泡酒 因为气泡酒会加速酒精在你身体里面的吸收 那第三呢在喝酒的时候要狂喝水 那我的做法呢比如说我喝了一杯葡萄酒 我就会喝一杯水 而且呢我喝水的时候我总会自己在包里戴上一个这个 这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运动饮料的泡腾片 我喝水的时候就里往里面丢一个泡腾片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电解枝让你很快的补水 第二天绝对不会偷疼 然后呢就是有选择的喝酒千万不要喝那些劣质的酒 就是说那些劣质的酒里面有多少那些化学啊工业的添加剂 有时候呢你不是喝醉而是被毒晕了 那说到酒中的一个解酒神器 我相信如果在北美呆过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一款神产品叫做Party Smart 这个呢我觉得它吧就是第二天完全醒来没有头疼感 它的原理呢就是快速的降解你血液里面的饮泉 让你第二天不头疼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 好了说完在喝酒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那最后我们喝酒之后第二天醒来应该干什么呢 建议大家就是要早起 我觉得听起来很难对吧 你都宿醉了你都晕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是你新陈代谢最快的时候 你在早上起来就干净的喝水干净的排掉身上的酒精是最快的 而且我建议起来之后呢给自己准备一个丰盛的早餐 我呢一般会吃一个香蕉麦片牛奶 还有一点点的蜂蜜温水 千万不要喝茶或者咖啡 那最后呢我要推荐的这一款解酒神器 这其实也不算解酒神器 算是我每天的一个维他命就是来自Swiss的固肝丸 所以这个呢不是你吃一次就好的 是要每天坚持吃 我觉得坚持一段时间下来我觉得我的肝功能好了很多 就是喝多了之后也不会那么的难受 OK这就是我为你们制作的宿醉自救宝典 我请大家每次出门之前先观看服用后再出门喝酒好吗 那位酒鬼们有什么解酒或者解宿醉的小妙招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放假了出去也也要注意身体 不要喝太多喝酒不开车 未成年人不许喝酒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